你 你进来读书怎么这么认真 我竟然一次都没有撞到你头来 不行啊 行 自然是行 但是人突然转了性子 总有个缘故吧 那我自然是有缘故 那我也不跟你说呀 你这傻笑什么呢 心浮气躁 有好事啊 是顶好的事 我最近接了一桩生意 还是桩大生意 优州来的商客 一出手就是 八千个牛角 两万件格挂 六万件短皮 还有无数的零散货品 我估摸着 是一周的军需物资 这样的好事 由我一个人全权精办 如果顺利的话 光这手单 你猜 能挣多少纯粒 多少 三万两 三万两还行少 三万两 那也就是小爷 把您的零花取 那能一样吗 你那是爹娘给的 我这个是自己挣的 能比不 你这不还没挣到 你觉得我挣不到 我今天跟那个周老板 相谈甚欢 很快就会定下来的 你真就觉得 这生意这么好做 我跟你说 单子越大 变数越大 六月天伤可怜 谈得再好 说变卦就变卦 一日不纳定金这事 一日就定不下了 就算是纳了定金 你要是盘算错了关节 到期交不了货呢 那别说是赚钱了 还得倒贴人家错 还挣了三万两 你不给家里面赔钱 就不错了 那 那就算是这样 只要我努力 办法总是会有的 别说是三万两了 就算是十万 百万我也能挣 我有信心 百万 有信心是好事 不得了 你不不便宜吗 你不还能看 什么事情 还有自己的 是一个 你哭了 不是 你为什么哭呀 你 我根本就没信心 没信心就哭呀 那 我不想赔钱 这么大一笔生意 这让我赔我怎么办 赔就赔了 咱们俩有的是钱 我不想赔钱 我想挣钱 挣都挣 你死了 这么多钱都挣 你死了